HELLO 大家好 我是屯子 上一期节目呢 我们把这几个流浪汉的 这几个什么 街友 把他们那个酒都给了他们 接下来的话就可以进行主线剧情 但是呢 实弹最近不在 这一期节目就有我一个人带来 那么我们去做一些有趣的支线任务 清新支线任务 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对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去找一个 上一期看到过的那个 站在街边的一个SM俱乐部的一个女孩 对 她是想成为一个SM的女皇一样的存在 但是整个人又是比较那种温柔的 所以我们现在去找她 不过这个人在哪呢 我记得是在 一条大街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去找她一会吧 这一段我们就跳过 刷 嘿 我们回来 找到了 对 在这一个什么街 看一下 地图是吧 地图 诶 地图深夜 这个配得见 哦 在粉红大街北侧的这里 对 就是这个SM女皇 我们来调教她吧 呃 交谈 喂 你没事吧 啊 对不起 在公共场所 惊扰各位了 呃 我好变态啊 不会 嗯 是没错 SM夜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呢 是 非常辛苦 从盘看起来怎么样呢 我果然不适合这份工作吧 嗯 的确 以一个女王陛下来说 但人似乎有点太温柔了 非常不擅长咒骂别人 而且推向又是客人 总感觉没有礼貌 嗯 但感觉你的客人 就是付钱来让你责骂的 既然你那么不想咒骂人 那为什么想当女王陛下呢 我从以前就没有办法抱怨别人 就算被朋友很残酷的对待 我一直笑着原谅 就这样到了现在 但是 隐藏自己的感情 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也只是虚有其表而已 当我注意到的时候 发现自己一个 可以讲真心话的朋友都没有 所以 我想要改变这样的自己 才试着成为 可以不断咒骂别人的女王陛下 但果然还是不适合 你跳跃式的想法真厉害啊 不过 既然有这个志愿 要不要再努力一下呢 嘿嘿 同声想调教他 但 但是我没有当女王陛下的才能 喂 快看 是女王陛下 不要叫我女王陛下 要叫我女王大人 好厉害的 打扮啊 打扮啊 女王陛下 赶快责骂我啊 哈哈哈哈 那 那个 对 对不起 蛤 什么 有什么想说的吗 女王陛下 嗯 没有 对不起 什么 做女王陛下 一点都没有女王陛下的样子 哈哈哈哈 她说你们很爱事 蛤 蛤 我来替她说 你们别在面前逗留 很爱事 蛤 你别怪多管闲事了 你别多管闲事了 明明是个会来SM俱乐部的 被略狂死猪 被 被略狂死猪 我 我不是客人 总而言之 赶快消失 很爱事 龙三海有点害羞吗 来这里玩也不错啦 不准支持我们啦 喂 被略狂被打就会开心吧 那么我们就来让你好好舒服一下吧 好吧 我来让你好好舒服一下吧 我要切换到 火爆 火爆浪数状态 这里这么多武器 打的肯定很爽 我直接砸死一个 威力好大啊 防御一下 你还不要我捡自行车啊 以为不捡我就不捡 直接砸死 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报酬得到 直接打了一百多万的金钱出来 这 这家伙明明是被略狂 吃 吃肉一盒 我不是说过我不是客人的吗 你还想挨住吗 咦 之后最好看好对象再找麻烦 要是敢再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会毁了你 哇 这句话好霸气啊 哇 救救我 那 那个 抱歉 结果还是在店面前面要是 造成你的困扰 没 没关系 谢谢你替我 把我的心情转告给刚才那些人 还有 那个 嗯 什么 可以 教我骂人的话吗 诶 骂人的话 诶 骂人的话 是 听到你刚才对那些人说的话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真的不是 喜欢上童笙的吗 在微乱之中救了你 我想要变得和你一样 想要和你一样责骂人 不 就算你突然这么说 我想要改变自己 拜托了 请把力量借给我 教她责骂的话 放过我吧 教她责骂的话 放过我吧 教她责骂的话 放过我吧 教她责骂的话 教她责骂的话 她都拜托我这个宿命平生的人了 这个女人 似乎是认真的想要改变自己 虽然没有自行可以教她责骂人的话 但我说不定可以帮上什么吗 我知道了 如果我可以的话 就帮帮你吧 真的吗 非常感谢你 我是女王陛下真由 请多多指教 我是童笙 多多指教 就算这么说 但到底该做些什么才好呢 这个嘛 总而言之 待在这里不太好 先去公园吧 我知道了 欢迎大家收看团子的金芬现场 我好累啊 虽然总算到了公园 希望首先可以按部就班来试试看 哦 什么 按部就班是指 ASM就是要扮演不同角色的游戏 也就是角色扮演游戏 我和童笙先生扮演女王陛下和客人 练习ASM游戏的整个流程 感觉我就能更加了解什么是ASM的呢 原来如此 嗯 等一下 可是这里没有 没有 没有道具啊 难道我要扮演客人吗 是的 希望童笙先生可以彻底扮演卑劣狂的客人 然后 一一教导身为女王陛下的我 要使用什么话来责骂客人 不 可是 拜托了 我想要改变 要是这样也不行的话 我感觉自己一辈子只能当个没有特色的女人 我觉得你很有特色了 好沉重 的确 实际实践如何怎么别人会比较适合真由 事到如今也不能拒绝 没办法 我知道了 真没办法 奇怪的事我可不做 太好了 谢谢你 那么 首先可以从童笙先生进来身为女王陛下的我的房间的部分开始吗 试试看吧 奇怪的事情 童笙原来也想做奇怪的事情 你 女王陛下 不对 女 女王陛下 今天就拜托你了 是的 请多多指教 好像有点不对 也 虽然我扮演的也不是很好 没什么资格说 但是 真由 你是女王陛下吧 是的 是 姑且算是 在责骂别人之前 感觉你身为女王陛下的自觉不够 这种事情开头很重要的 得用第一句话 来好好界定你和客人的上下关系 原来如此 那么 我应该怎么回应客人的招呼呢 竟然又跑来这种地方 也不许母亲会哭哦 区区一只猪 不准你说人话了 就算你为了我来 我也一点不高兴哦 最后一个不就是傲娇吗 第一个也太正式了吧 肯定要选中间这一个了 区区一只猪 不准你说人话了 原来如此 不把她当人看 非常有女王陛下的感觉呢 虽然不能理解被略狂的心情 但她一定会很兴奋吧 对 我也渐渐兴奋起来了 那么重新开始 女王陛下 今天就拜托你了 区区一只猪 不准你说人话了 对不起 虽然是我自己要答应指导的 但现在我究竟是在做什么 然后呢 今天要玩什么 诶 请和我讨论游戏内容 因为不同的人 对ASM的兴趣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和客人讨论过后再决定 原来如此 但是 突然就要我讲内容 也对 那么 按照平常的喜好来回答就行了 同志先生想要被女生怎么样呢 诶 嗯 我平常喜欢被怎么样 虽然没有特别喜好 但现在就用被略狂的感觉回答 想要被鞭打 想被迫做丢脸的打败 想要被鞋跟踩 怎么这些选项都感觉好变态的样子 我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被鞋跟踩 我只是觉得这个选项比较靠谱而已 想被鞋跟踩吧 同志先生有这种 真是人不可貌心啊 我并不是真的想被这样 对对我也不是真的想被这样 只是搜搜看而已 而且你的反应 以女王陛下来说是错误的 诶 我暴露自己的姓屁 给你做了个好球 你不是应该活用这个答案来回应吗 原来如此 但是我该怎么回答才好呢 可以陪你这样玩的人 只有我 这 是女朋友的发言吧 讨厌我绝对不要 这是乖乖女的发言吧 被做那种事你会开心啊 这变态 这种才对嘛 你这变态 就这样回答吧 啊 这个感觉非常像女王陛下呢 我觉得非常不错 我想要变成这样 嗯 在交谈中也要不经意的 加入SM的要素才行 那么就重新开始 女王陛下 今天我想被鞋跟踩 被做那种事你会开心啊 这变态 对不起 总觉得开始有种可悲的感觉 我也渐渐这样觉得 那又开始玩咯 诶 你们在做什么啊 诶 你们去 你们两个居然在 在小孩子的面前 做这种游戏 大哥哥你们好像玩得很高兴 也让我们加入了 小朋友们 这不是在玩 嗯 等等 真油 你冷静一点 这种时候哪有办法冷静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不 你想想看 如果是真的女王陛下 是不是连这种被小孩观看的情况 都可以运用在游戏中呢 原来如此 说的 挺有道理的 所以 我在这种时候 该对你做什么呢 快告诉我 好 你恢复女王陛下的威严呢 被小孩所观看的这个情况 女王陛下该对 被略狂客人说什么呢 别人在看着你丢脸的模样哦 好像还是表霸气 真是的 你眼中只可 只可有我了 这就是男女朋友了 我倒是什么都看不见 那里有什么吗 这种霸气的时候 应该是 大家都不会 都不会鄙视我 而只会鄙视你 对 你这个被略狂 原来如此 对别人看起来的情况 对被略狂来说 是很棒的出现情趣方式 我在想的话 更进一步 致见他兴奋的心情 让他更高兴 你们在说什么 旁边可是有小孩子好吗 拜托你们有点节操好不好 你还挺进入状况的嘛 我懂了 那么就重新开始 这小朋友的中分好 好风骚啊 这发型真骚 诶 你们从刚才都在说什么 女王陛下 这同生的嘛 女王陛下 来呀来呀 你就最喜欢这样了对吧 别真正看着你丢脸的模样哦 哦 好丢脸 恥ずかし 我不太懂 大哥哥你们在玩什么 走 走吧 纯真的女孩 抱歉 虽说是练习 却让你丢脸了 嗯 虽然确实有种 失去了不少重要事物的感觉 但真有 能有此有所改变就好了 我也觉得 我不是黑道的人吗 我总感觉 丧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想要给你谢礼 童春先生可以和我一起到店里来吗 我知道了 诶 给我一些重要的东西吗 真有 我觉得你还可以哦 嗯 我应该是把包包放在这附近里面 可以有给你的谢礼 你把四人物品放在SM房间里吗 真有 指名真有的客人光临咯 我马上就会让他过去做好准备吧 诶 啊 嗨 喂喂 我可没听说有客人要来 我待在这里不 不会有点不妙吗 虽然要说不妙 是的确有点不妙 但这可能是个机会 哪里 这什么意思 我等一下就要试着 把同事先生今天教我的事情 全部应用在客人身上 所以 你可不可以躲在房间里看着我呢 喂 你胆子意外的挺大的呢 虽然我没有偷看别人玩SM的兴趣 我知道了 我会看着你的 加油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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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就变成了妹子的 这是丛生啊 我已经完全彻底禁分了 嗨 又是这种大叔 大叔麻烦你能穿好一点吗 你能穿精神一点吗 那是遇到真由是指责真由的客人 那我看看在那之后 真由身为女王陛下的技术进步了多少 真大叔要点减少好吗 那么女王陛下现在就开始玩吧 开始吧真由 让我看看你练习的成果 你别擅自开口说话 而且 区区死猪竟然敢说珍珍珍贵人类的语言 太 太嚣张了 哦 哦 对不起 哦 总觉得今天 女王陛下 特 特别有魅力 请 请再多 咒慢我一些 哦 你叫我听不懂啊 你觉得女王陛下 我有办法理解猪语吗 好 不奖礼哦 我听你哦 比起练习的时候更加闪耀啊 而且客人看起来非常幸福 太好 究竟是在玩乳龙吗 然后呢 你今天想要玩什么 女王陛下 请务必用力鞭打卢彩 然后用女王陛下的玉腿狠狠的 用力才打扮羞耻的卢彩 你还知道你打扮羞耻啊 被做那种事你会开心啊 你这变态 没 没错 奴才就是个变态 没错 竟然和你被女儿年纪差不多的我给责骂 还这么高兴 到底有多变态啊 还真是丢脸 我别这么说 好 和我知道的一样 似乎也彻底掌握了被略狂客人的心情 就是这样 不过这个姿势 开始觉得有点难受了 稍微改变一下姿势 什么 刚才的声音 诶 被听见了吗 麻贼 放出声音了 有 有谁在吗 人这样也没办法 诶 诶 不是电源吧 真由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妆 该怎么办真由 那是我特别准备的观众 观众 突然想到 应该把你这羞耻的模样 也让别人瞧瞧啊 怎么样 这个点子不错吧 封可以耗一下 你喜欢这样吗 这只猪丢脸的身体 全被看得一清二楚 有人在那羞耻模样 被完全不认识的男人看到了呢 似乎用我指导的技巧应对了 真由真的是个挺能干的女人 挺能干的女人 挺能干的女人 真由 很謝謝你跟我玩 真由 不 真由散嗎 你身為女王陛下的態度十分了不起 真的嗎 成長到火之前完全無法相比 盧彩覺得非常感動 接下來也請讓盧彩繼續指名真由大人 呵呵呵 哼 你所得人 盡情指名我吧 KOLOBTA 呵呵 真由很棒不是嗎 非常感謝您 這都是多虧了和童聲先生的練習 呵呵我再也不想要有那種丟臉的遭遇了 呵呵呵 這次讓你做了丟臉的謝禮 願意收下嗎 得到了獸毛束縛 應該是個裝備吧 哇 多虧了童聲先生 我感覺到自己有浪漫一點點改變了 膽量算是訓練起來了 我覺得自己 往後也能以女王邊下的身份繼續努力 太好了 真由 是的 童聲先生 接下來以客人的身份光臨喔 真由大人會用鞭子讓你好好享受的 呵 雖然鞭子需要讓我考慮一下 但可以幫上他的忙 真是太好了 之前跟我說SM角座到此結束 我感覺我上市了很多的東西 節操池感覺都要掉完了 呃前面 就是你 沒想到我在這裡碰見你了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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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傢伙 就是你 之前這個秒殺哥隊 大家都叫你秒殺哥 欸 好像不能用嗎 可以喔 快躲開 躲開了 躲開了 趕快喝 呃快喝一點 喝一點東西 好了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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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快用武器打他 這不行啊 這裡這麼多武器 先踩他一腳 然後再過來 撿不起來這些東西 還有什麼可以撿的嗎 都撿不起來了 欸 快起來 居然沒被他摔死 欸 可以用 快踩一腳 快離開了 踩了兩腳 還有武器嗎 裝備 我先裝備上 這個 可以裝備的防具 可以嗎 還可以加二欸 這塊層剛剛拿到這個道具 然後 呃 然後我還有什麼 武器 武器 武器可以用這把嗎 電擊槍 好 用上電擊槍 掛上來 哇 跑痛 可以用 可以用 哇 直接變成了一個死帶魚的樣子 威力這麼大 欸 搶到了 直接搶了952萬 怎麼樣 要是 以為我和普通人一樣的話 可不是受傷就能解決的喔 有一道 通往生物最強的道路 沒有那麼簡單啊 生物最強 你是認真的嗎 呵呵 這次是我說了 但可別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我一定會變強之後再回來 在那之前你就努力存錢吧 我終於打敗秒殺哥了 要幹架也麻煩看看對象 對 我終於完成了 我終於打敗了一次他 要善用道具還有能量表 剛剛真的好痛啊 差點又輸了 裝備 配件裝備上 還可以裝備什麼 卡片探测器 兼忍石 裝備上 對 好吧 我現在還有一千多萬 去買一點東西 存下來留著等 存3000萬的 再去找一下 摸索哥什麼的 賺一點錢 或者故意把錢輸給他 然後再去打他 好吧 這一期節目我們就來到這裡 歡迎大家收看這一期的 同生之線故事 對 之後的話 還會有一集 同生之線故事 歡迎大家 繼續收看 那我們本期節目來到這裡 再見 掰掰 再見 再見